亲爱的朋友平安 欢迎收看每日亮光 让我们一起来聆听今天的圣经 马太福音22章1到46节 耶稣又用比喻对他们说 天国好比一个国王为自己的儿子预备婚宴 他派遣仆人去催促他所邀请的客人来参加婚宴 可是他们不愿意来 他再派遣另一批仆人出去 吩咐他们告诉客人 我的宴席已经摆好了 公牛和肥处都宰了 一切具备 请你们来赴宴 可是那些被邀请的客人还是不加理会 各忙各的 一个到田里去 一个去看自己的铺子 其余的抓住那些仆人 拳打脚踢 把他们杀了 国王大为震怒 派兵去除灭那些凶徒 杀毁他们的城市 然后他对仆人说 我的宴席已经摆好 但是先前所邀请的人不配享受 现在你们到大街上去 把碰到的人都请来赴宴 于是仆人到街上去 把看到的人 无论好坏都请来 实习堂上坐满了客人 国王出来会客的时候 看见一个人没有穿喜宴的礼服 就问他 朋友 你到这里来怎么不穿礼服呢 那个人一言不答 国王就吩咐侍从 把他的手脚都绑起来 扔到外面的黑暗里 在那里 他要哀哭 咬牙切齿 最后 耶稣说 被邀请的人多 但被选上的人少 法利塞人出去 彼此商议要怎么样从耶稣的话 找来把秉陷害他 他们拆派自己的徒弟 会同希律党党徒去见耶稣 问他 老师 我们知道你是诚实人 不管人怎么想 你总是忠实的把上帝的道教导人 因为你不看情面 请告诉我们你的想法 像罗马皇帝凯撒纳税 是否违背我们的法律呢 耶稣知道他们的恶意 就说 假冒为善的人啊 为什么想陷害我 拿一个纳税用的银币给我看吧 他们给他一个银币 耶稣问他们 这上面的像和名号是谁的 他们回答 是凯撒的 于是耶稣对他们说 那么 把凯撒的东西给凯撒 把上帝的东西给上帝 他们听见这话 十分惊讶 就离开他走了 同一天 有些不相信复活这回事的 煞都该人来见耶稣 问他 老师 摩西教导我们 一个人死了 没有孩子 他的弟弟必须娶寡嫂为妻 替哥哥传宗接代 从前 我们这里有兄弟七人 老大结了婚 死了 没有孩子 留下寡妇给他弟弟 老二老三也是这样 一直到老七 情形相同 最后 那个女人也死了 请问 既然他们都娶过她 在复活的日子 她算是哪一个的妻子呢 耶稣回答他们 你们错了 你们不明白圣经 也不知道上帝的全能 在死人复活的时候 他们要跟天上的天使一样 也不娶 也不嫁 关于死人复活的事 你们没有念过上帝 告诉你们的话吗 上帝说 我是亚伯拉罕的上帝 以撒的上帝 雅各的上帝 这意思是说 上帝是活人的上帝 不是死人的上帝 群众听到这样的教训 都觉得惊奇 法利塞人听见耶稣 堵住了撒都该人的口 就聚集在一起 其中一个法律教师 想用一个问题来陷害耶稣 他问 老师 在摩西法律当中 哪一条诫命是最重要的 耶稣说 你要全心 全情 全意 爱主 你的上帝 这是第一条 也是最重要的诫命 第二条也一样重要 你要爱灵人 像爱自己一样 摩西全部的法律 和先知的教训 都是以这两条诫命 为根据的 法利塞人聚集在一起的时候 耶稣问他们 你们对基督的看法是怎样 他是谁的子孙呢 他们回答 他是大卫的子孙 耶稣说 那么 为什么圣灵感动大卫 称呼他为主呢 大卫说 主对我主说 你坐在我右边 等我使你的仇敌 屈服在你脚下 如果大卫称他为主 基督又怎么会是大卫的子孙呢 没有人能够说一句话 来回答耶稣的问题 从那天起 没有人敢再向他提出难题了 亲爱的朋友 不知道我们有没有这样的经验 当我们心怀不良动机时 总是会找各样的借口 来掩饰自己的心虚 有个笑话这样说 有三个人要对上帝 做金钱的奉献 第一个人跟上帝祷告说 上帝啊 我所有都是你赏识的 应该由你决定 我该拥有多少 只要是落在圆圈内的 就归你 落在圆圈外的 就归我 然后就在地上画了一个圆 就把钱往空中一洒 落在圈内的圈 捐了出去 其他的就归自己 第二个人也跟上帝祷告说 上帝啊 我知道我所有的一切 都是你赐的 应该由你决定 我可以拥有多少 只要是在右边的 就归你 左边的就归我 于是在地上画了一条线 然后把钱向空中洒去 他把落在右边的钱 捐了出去 落在左边的钱 就归自己 轮到最后一个人 他也是向上帝祷告说 亲爱的上帝 所有的一切都是你的 应该由你决定 我可以拥有多少 说完之后 就直接把钱向空中抛去 一边说 亲爱的上帝 你想多少就自己拿吧 掉下来的再归给我吧 亲爱朋友 今天的圣经 马太福音22章15节到22节 记载法利赛人 会同西律党徒 为了要掩饰自己的不良动机 要陷害耶稣 因此问了一个陷阱题 来为难耶稣 因为耶稣回答 该纳税给凯撒 这让宗教领袖及百姓不高兴 若耶稣回答 不应该纳税给凯撒 则犯了罗马政府的律法 耶稣没有掉入陷阱 他回答说 把凯撒的东西给凯撒 把上帝的东西给上帝 这句话的重点 要放在第二句 把上帝的东西给上帝 耶稣再一次提醒 万物都是属于上帝的 包括这个短暂世界 以及您我的一切 亲爱的朋友 耶稣爱你 邀请你进入他丰盛生命 与他同享 因为他是照你爱你 乐意分享带领你的主 套一句我们常说的一句话 上帝的就是我们的 别忘了 我们的当然也是上帝的 亲爱的朋友 让我们把自己一起还给上帝 活在他的丰盛应许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